我居然欠了别人40万 连我自己我都不知道 你们说理不理 最近几天也有很多人在我评论区说 你什么时候欠了40万 什么时候还钱 也包括了很多同行在那里评论 很多同行等着看我的笑话是吧 那我今天就闹一闹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到底欠没欠别人的钱 这个事情蛮复杂的 首先我在大概一年多前 我认识了一个人 他叫杜某 他是山东人 我跟他相处了大概几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人还蛮好的 然后我跟他一拍即合 就创立了一个公司 叫壮实收猫 同物用品有限公司 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走上了 合作的一个路 我们签订了一份合同 大概合同的内容就是 他出钱 我出资源 我们一起卖猫娘 这里是不是只有 我跟杜某之间的关系 但是令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杜某找到了武汉的张某 他们又私自签了一条合同 就是相当于杜某 他是没有钱的 他拉上了张某 然后投资这个猫娘 这个事情 我跟杜某合作了 大概有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然后平稳的渡过去了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反转了 杜某跟张某 他们两个就可能是 有点矛盾还是啥的 具体我也不知道什么矛盾 可能就是利益方面的矛盾吧 这个时候呢 杜某他就不乐意了 他不想玩了 那么这个杜某 他就回到了他的山东 回去了 这个杜某 他双手就不管了 像这个张某 也就是说我欠了他钱的这个人 他尝试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去找这个杜某 发现找杜某没用 因为杜某名下是无资产的 就是没车没房 他们俩是有一份合同的 现在就是张某 现在在起诉这个杜某 但是杜某就是一副 无所调事 无所谓 你起诉就起诉吧 反正我名下没至少 事情到了这里 远远没有结束 这个张某知道找这个杜某 没有用了之后 他就找上我了 我就跟他协商了几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 这四十万的货 你分批次给我 我拿一批 我给你结一批的钱 第二个方案就是 我直接把你的四十万的货 全拿了 但是这个钱 我不全出 四十万的货 我给你拿三十万 这样的话 至少我心里能舒服一点 你要想四十万的货 我出四十万 我不就变成了这个冤大头吗 好 这两点方案提完之后 他都不乐意 这个张某 他也跟我说了很多狠话 他说他这点钱 对于他来说是小事 他说他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我想请问你的工资 也挺大的 其实作为一个 做生意的来说 一定要弄得鱼石网破吗 还说了 我要为民除害 让杜某永世不得翻身 我想算我什么事情 你的钱是给他了 不是给我了 这个事情 他知道找杜某没有用 找了我来闹来吵 我也给他提了这个方案 是您自己不接受 我不能全来做这个被死鬼吧 包括昨天 我还跟他发了信息 你们看一下 我说 要不我拿四分之三的货 我给你三十万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回我 难道是因为 我是一个小网红 你就非得要这么欺负我吗 不合理吧 如果说我不是一个网红 你会这样弄吗 你找我有用吗 正是因为我是一个小网红 你才这样去弄吧 想要流量也不是这么搞的吧 你也有公司 你的公司也不小吧 我觉得大家闹得鱼石网破 有啥意义呢 还有一个就是 他为什么现在一直笃定 我欠了他的钱 为什么 因为他把钱打到了 壮事说吗 用品有限公司里面 这个钱 杜某当时拿着订了货 现在货又在张某手里 其实这个钱 我是一分都没有拿的 包括这个工帐的一个密码什么的 我都不知道 这个钱怎么用的 我也不知道 从我跟杜某合作开始起 我就没有分到一分钱 我付出了什么 我付出了资源 我付出了人力 你凭什么说我欠了你40万啊 你口说无凭啊 你把证据拿出来啊 真的有点太过分了 张某 当时我去武汉的时候 你不是这样对我的 你是磕磕唧唧对我的 现在知道我对你没有利益之后 你就这样来对我 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 分流 现在发展成这个局面 不好去谈了 已经没得谈的一个东西了 如果说你遇到了这种事情 你会该怎么办